所有疾病、基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故不论有何种因素、原、引发 亦不论诊断为何种病名及病因果 分属慢性或急性、内科或伤科 其处理方法都是一样的 按推原始点并用内外热源温知 内热源包括温热性中药、温热性饮食 外热源包括太阳光、温灸、温敷带、电热毯、电热器、远红外线、暖贴、姜粉、可外敷伤口、温浆汤、温浆汁、鲜浆榨汁加温 用法同与温浆汤、鲜浆泥等 此论亦适用于许多动物 你们信不信得过所有疾病皆因体伤热人不足所致 信得过的举手我看一下 不信的举手我看一下 为什么没有人举手 有后面有几个 因为第一昨天我才问你们相不相信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 能不能处理所有症状 这就是体伤还有热人 壮的组织受损也讲过 那讲到现在还是依然有人不信 但好像昨天不相信的人已经有一点见风转舵了 开始相信了 好 那我就为你们少数几个来展示 既然你还是不相信 那就怎么样 再说多说无意 不如展现实力 那我们就现在来开始怎么样 放一些各种疑难杂症的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第一个放的 就是放僵直性脊椎炎 僵直性脊椎炎 谢先生21岁 住加拿大 大学毕业后读硕士班 但因病休学 患病半年多 医生诊断为僵直性脊椎炎 背部严重弯曲 胸部疼痛 手脚冰凉 无法久坐 2012年7月29号当晚 接受原始点全身按推 因不能扶握 改用侧握方式 按推与温敷交替三次 约一个半小时 痛点偏重在上背部 至间椎之间的原始点区域 按推完毕 发现背部弯曲已明显改善 主腹24小时温敷 远离寒凉食品 并大量饮用姜汤 7月31号上午 接受第三次按推 谢先生主动要求俯卧 按推力度稍加重 患者仍能承受 全身按推与温敷交替三次 共约一个半小时后 痛点的疼痛程度减轻 全身舒畅 身体更直 头部的抬起度也明显改善 患者重新拾回笑容 9月份 谢先生回台湾 到基金会接受辅导 经过将近三个月的按推 并配合运动 温敷 喝姜汤等 持续不断 身体状况明显改善 在2012年11月26号 开心地回国复学 好 我们再放 免除洗肾案例 李先生60岁 驻美国旧金山 2013年11月 突然觉得身体非常疲劳 小便浑浊 无法工作 只好辞掉工作 在家休养 医院检查报告出来 肾指数严重偏低 医生说 若再低一点 要立刻安排洗肾 李先生听了 如晴天霹雳 想到要洗肾 心情低落 非常紧张 经朋友介绍 2013年12月 到旧金山推广点 志工讲解原始点的观念 每天安排 每天安排两次按推全身 更加强下背部 膠带 每天用50克干生姜片 熬姜水喝 24小时用红豆袋 温敷全身 刚开始两星期 全身按推 哪里都痛 但按完后 精神好 也睡得香 约一个月后 疼痛减轻 体力比以前进步 不像以前 那么容易疲劳 第一次到推广点 脸色苍白 不愿拍照 这张是按推 一个月后拍摄 李先生很有信心 再加上推广点 志工的鼓励 坚持每天按推 持续了三个月 医院检查咽血 肾指数已回升 体力愈来愈好 开始参加 推广点的爬山队 五个月后 李先生发现自己 声音洪亮 中气十足 除了爬山践行 每个星期 还可以打几次 羽毛球 乒乓球 医生说 已经正常 不要洗肾了 李先生真是非常开心 不过推广点志工 建议不可掉以轻心 不宜过度老累 2014年8月15号 约九个月后 复检验血 肾指数已完全稳定 保持在15 附上检验报告 认真学习手法 希望能在推广点 做志工帮助大家 分享自己的恢复过程 希望大家 对任何疾病 都不要害怕 对原始点要有信心 只要按照 张医师的指示说明 身体都可以变得 比以前更健康 李先生现在的体力 比生病之前的身体 好了好多倍 和太太在推广点 帮忙装红豆袋 是原始点 让李先生免除喜慎的 李先生及家人 真实感谢张医师的发明 更谢谢推广点 所有帮助过的 爱心志工们 参加2015年6月 张医师温格华 原始点讲座 现场感恩致谢 像这种慢性病 一定是要一段时间来观察 你看它前后历经几个月 九个月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肾病症候群 肾病症候群案例 2011年1月 因尿蛋白水肿就医 服用肋骨醇已超过三年 但症状并未改善 曾做过肾脏切片 左肾有部分硬化 目前全身水肿 且不良于行 腰痛到翻身都很困难 骨质疏松 造成无法跑跳 2014年1月16号 第一次来基金会咨询 他留好一阵子是几乎 没有办法去上学 一个学期大概上个十天吧 五天十天都就没有上 他现在就增长上下去 然后之前没有办法爬楼梯 他现在可以自己上下楼梯 因为家里就是一定要爬楼梯 之前都是把他抱 没有办法 他现在是可以自己上下楼梯 然后他也可以骑脚踏车了 之前是也没有办法骑脚踏车 就一些孩子可以做的运动 他生病之前可以做的 他后来都没有办法做 他现在又恢复了 可以骑脚踏车 甚至他也跟同学去录影 都是OK 后续追踪 病患透过正确使用原始点 使体力与症状得到联好改善 目前已经能够正常生活 与常人无异 2015年10月18日过12岁生日 2015年10月28日进行射箭活动 2015年10月28日蹦跳玩耍 2015年11月06日参观动物园 好 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前面这一个患者 是免除洗肾的 比较严重 还是这一位小女孩 认为免除洗肾的 比较严重的举手 我看一下 认为是这个小女孩 比较严重的 请举手 我看一下 好 病情研判我都教你们 其实 这个小女孩是很严重 你看走路都很困难了 有没有 都不能上学了 然后脸也浮肿了 我说浮肿这种都算是严重的 热能不足 所以你不要看那个十个月的条理 那个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现在这个小女孩 后续我们有在追踪 现在情况都蛮稳定了 好 那我们再来放 皮肤病的 异味性皮肤炎 异味性皮肤炎案例 2010年夏天 我皮肤过敏 部位有左眉毛 右肩腰部一圈 因为公司要求就医证明 去看了皮肤科 医生说是异味性皮肤炎 雾晒太阳 即抠抓 换了快十种擦拭的西药 但我都只会擦一两次 大概两个月 腰部好了 但额头两耳还持续痒 医生说过敏体质的关系 除非搬去热带气候的地方 但我想想也作罢 因从小就是过敏 打喷嚏 各处疹子发痒 司空见怪 也不理会了 第一天 6月10号 背部正在肆虐的发痒 姜汤一斤熬成一碗 饮食温热性食物 因按推头部原始点太痛 之后就停止按推 至8月1号才又开始执行 心情 受害自敛 暴躁 封闭外界关心 拒绝看西医 抽体一堆西药 也不去擦 心得 当时没有病食感 热源严重不足 所以发痒不止 第八天 6月18号 痒到前胸 敷温江泥一天两次 比蚊子咬还痒 好像身旁一公尺有人经过 都会引起发痒 反正很敏感的 会大叫 别碰着我 因皮肤太过刺激 之后改成 敷姜粉加冷开水 心情 紧张 暴躁 发炎不分日夜 又痛又痒 心情起伏很大 第26天 7月6号 身旁人发现臭味 自己却没发觉 两手被内侧正发痒 抹姜粉前 抹姜粉后 第41天 7月21号 觉得病况没好转 又差点被父母两度 拉去打针 最近晚上睡不着 总是想起志工的话 反省 为何睡不着 索性起来 翻小厕子 发现 要改变姜粉 加温姜茶 不适合使用冷开水 第45天 7月25号 开始落实 24小时温敷和运动 一运动 爬山爬楼梯 树下晒太阳 二温敷 用红豆袋敷40分钟 没中断 直到微微发汗 稍微觉得冷 就会注意 每一分热能流失前 都要保留 三 碰巧台风来 气温凉爽 好睡三天 发现周围环境温度 27至31度 就不痒 不会打喷嚏 很舒适 从此留意环境温度 终于出现停损点 心得 温姜汁加姜粉 使复原速度更加快速 结甲很高兴 痛痒也减低 每天运动流汗 只好又冲澡 让结甲碰碎 不用两天就会结甲 但新皮肤始终长不出来 7月21号 7月26号 农包结佳好了 8月1号 第52天 一 由于睡眠质量好 心态从负面转变正面 也知道平常浓姜汤补充不够 只有来基金会才喝 但是却有莫名其妙的信心 2 夏天36至37度 7月初开始晒太阳 只觉得皮肤很痛 环境很热 但是温度进不到体内 整个月都胃寒 现在觉得环境暖和 体温像春天一样 就待在树下 穿着防晒衣 补充热能 持续运动不眠 3 以前浮姜粉会热到爆炸想摔东西 现在会深呼吸静下来静静地等 心得 赢的感觉 早上睡饱饱不再抗拒 起床冲澡涂姜泥 4 结果伤口复原愈合真快 一点也不想去抓 肤色越来越正常 从黄色变白皙也没细纹 月经正常六天 7月26号 8月1号 8月6号 7月2号 7月16号 8月31号 2014年11月26号 皮肤过敏挤进痊愈 前后169天 我们再来看一个 虚拯案例 随时都在痒对不对 是 随时 你现在痒不痒 也是痒 你现在痒不痒 他会不会讲 他听懂我的意思吗 啊 a little a little a little 我听得懂 一点点 我就英文只会a little 我刚刚讲到我那一句话 所以我听得懂 好 那我问一下 他现在哪里最痒 狮肢有没有在痒的地方 现在狮肢 你 这里也很痒是吗 所以你正在抓 好 好 在这里 我 我只能说我先 你现在痒的部位 只给我看 现在正在痒的部位 现在痒 这里正在痒 是吗 好 这里确定 好 那你看 他已经抓到怎么样 破皮了 这个都是怎么样 哪里痛 抓哪里 哪里痒也是抓哪里 他抓对了还是抓错的 抓错 抓错了 他没有学原始点 你看到痒的地方 是不能抓的 好 那你坐过来 你坐到这里 这里呢 好 这里最痛 好 好 你现在再看看你那个 刚刚痒的地方 还痒不痒 Are you still eating? No No more eating 对啊 对啊 所以现在 我会说 你能看到现在 你能看到现在 但我脖子 都已经全都掉了 我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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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98% 全都掉了 and my hands are about 95, my legs are about 90, so it's slowly getting better and it's really helpful. 那我身上現在已經極大改善,像我的腿,你們看不到嗎? 那我身上有98%以上,那至於手呢,有95%都已經全了。 前後比對,2013年6月,2015年1月。 這想到,看這個影片想到我那時候去那個紐約演講,當時候即席翻譯的,誰啊? 就是賴中文幫我即席翻譯。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個患者,那個眼睛看不見的。 我來原始點這邊已經四個多月了。 但是從開始一直到第七個禮拜,我的眼睛就從沒有看見到,全部睜開,可以看到東西。 我現在的視力,一邊是1.2,一邊是0.7。 報紙拿起來,我是可以看,連小字的我都可以看,可以走路,也可以工作。 當然在這當中,必須要遵守的就是,這邊要講的,1.心情要好,2.要運動,3.要喝醬汁,4.要退休,5.要溫敷。 每個環節你必須要做到,這樣恢復的就比較快。 我還有我的家臉都切記了這五個受折。 然後我的半邊臉本來都是整個都麻掉的。 在這七個禮拜當中也有麻,而漸漸部分慢慢慢慢的好。 最重要的就是,我24小時的臭痛,讓眉受不了。 也由24小時臭痛到12小時臭痛,到慢慢慢慢慢慢一直減完到全部不痛。 連我吃了20幾年的高血壓的藥也可以停掉,都沒有再吃。 到現在已經4個多月,我也沒有吃這個高血壓的藥。 連一些慢性病都好了,我現在什麼藥都沒有吃,只有喝醬。 所以這是給我們家人帶來莫大的高興。 而且我本身也很高興,而且很感恩有這個原始點這麼好的。 讓我所有全身的慢性病都能好。 最重要的,我四次的眼睛都能在一兩年裡面不可以復發。 我相信這一次應該可以確實的解決。 應該不會復發了。 因為這是因為我身體寒。 現在我比較不怕冷。 因為我還是每天在喝薑汁。 但是我是有一斤的薑汁到兩斤半的薑汁。 兩斤半我喝了一個禮拜。 我的眼睛全部睜開以後,才把它降為一斤。 現在每天我還是一斤的薑汁在喝。 雖然我現在全部好了。 但是我也要想希望我自己的身體更好。 要把這個訊息傳給更需要的人。 再看一個比較簡單的案例。 眼皮下墜。 眼皮下墜案例。 Peter李先生於2014年11月25號正在開車時, 突然感到左眼眼皮掉下無法看到景象。 去醫院檢查不出原因。 醫生開了舒緩神經的藥服用。 期間也做了幾次針灸,但都沒有效果。 2014年12月20號經朋友介紹, 來到舊金山原始點推廣站。 經過詢問了解李先生平日手腳感覺冷, 早上起床口腔會感到口苦口渴, 有胃食道逆流現象。 推廣站職工建議李先生這是明顯熱能不足的現象。 所以需要先溫敷後才能施做按推。 經過40分鐘溫敷後再按推, 眼皮下墜現象已明顯改善。 施做前、施做後。 好。 好,我們再來看一個。 。 他是出生的時候因為醫生用真空吸失敗, 所以硬把它吸出來。 所以他出來的時候頭部大量的出血, 就是造成他出血性休克。 然後身體很多的器官都很嚴重的受損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來的時候狀況不是那麼的OK。 好,然後我們去年12月30號來諮詢過張醫師之後, 回去我們就按照張醫師教導的原始點的按法。 所以我們每天定時的幫他做原始點的按摩。 好,然後初期的時候剛開始我們是有給他喝那個我們用竹漿熬的那個薑汁。 然後試著幫他配上一些的桂圓。 可是那個對小朋友的眼可能也實在是太刺激了。 所以他不太肯喝。 然後喝的效果,就是喝的量很少很少,幾乎沒什麼喝進去。 那後來我們又在跟張醫師聯絡了之後,就改成喝紅森。 所以之後我們就是都是熬紅森給他喝。 然後也有給他熱敷,就是用紅豆袋熱敷這樣。 只要在家裡的時候就都會幫他做熱敷。 最近的一次是4月初的時候在長根做檢查。 他的兩個腎臟萎縮情形已經有改善了。 然後肝腫大的情形也慢慢的逐漸好轉中。 那之前的肝最嚴重的時候曾經腫到4.1公分。 現在已經只剩2公分,距離正常已經就是越來越近了。 因為當時的休克造成他的聽力受損很嚴重。 我們也是3個月都有回台大去追蹤一次。 那最近的一次5月4號回台大去追蹤。 他的聽力有5到10分貝的些微的進步這樣子。 那他的反應啊各方面也都比較好。 那當時來的時候,他的生長發育這些都是遲緩。 大概比他從年紀的小朋友大概慢了3個月。 那經過了這大概5個多月的把它做復健。 還有把它做這些原始點的按摩。 那現在已經幾乎要追上了。 現在10個半月大。 然後目前的發展大概是9個月到10個月之間這樣子。 所以今天就是特地來跟張醫師說謝謝的。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三个礼拜做了这个温敷 然后按摩和酱糖之后 就觉得好像听力真的有好一些 因为他已经四岁半 他戴着天气已经四年了 在这四年里面 他从来都不会跟我们说太大声 可是这三个礼拜 他不管是机器太大声 或者是我们跟他说话的声音太大声 他都反应过很多次 就好像比较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 还有来之前他平常即使他没有感冒 他还是会咳嗽 然后就是弹音很重 但是去检查其实他也没有感冒 这三个礼拜这样喝姜汤 然后吃音师之后 他还是会偶尔会有咳嗽的情形 但是那个弹音就很明显的 就少很多了 所以让我们就是好像比较有信心说 他真的有变比较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个皮肤炎 皮肤病变 那基本上是三十年前 大概在民国七十三年的时候 我的皮肤因着从咬伤 然后有一个钉咬的这个伤疤 但是很奇怪 他就是一直不会好 所以那时候很自然就会想说去看皮肤科 那希望我的皮肤能够得到控制 那事实上他的确是控制 就是他就被控制在两只小腿 那两只小腿就是还在流汤 可是其他部分就好了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可以出门了 可以出门就是还是得要穿裤子 还是就是这几十年来就是中间都没有办法穿裙子 因为就是两只脚都一直在流汤 连穿袜子都没有办法 冬天也是得要穿拖鞋 7月的时候经由母亲的介绍来就认识原始点 那因为就是说也搞不清楚状况 那所以就刚开始有很多错误的尝试 到了9月我才真正的每天三次 然后每次一小时敷我的用姜汁温敷我的脚 然后姜一天一斤 然后早晚各一晚来做内热源的供应 然后温敷的话 这个暖暖包可以包在这个丝巾里面 然后我的原始点是在臀部 所以呢我就是上面放三四包暖暖包 然后用长的丝巾 然后包裹我的臀部把它绑起来 达到24小时都能够温敷 那还有它的运动就是每天爬楼梯 因为我的原始点是在臀部 所以我尽量让我的脚能够多运动 运动到出汗 然后就是休息一下 有机会就再走楼梯 那休息的话就是有空就休息 有空就睡觉 所以基本上在复原的过程中 时间是需要付出的 在那个生病之前 就是痊愈之前 我穿破五件裤子 因为我的裤子一定要很柔软 现在呢 就是可以穿漂亮的裤子 可以穿裙子 可以穿袜子 可以穿丝袜 就是整个人都比较光鲜 而且可以打扮 而且有心情也愉快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 也是皮肤病 皮肤病案例 脖子皮肤痒像鳄鱼皮 右脚酸痛严重静脉曲张 过去十几年来 看中西医 吃了药抹了药膏 都没有办法改善皮肤痒和脚酸痛 最严重时 皮肤痒到睡觉爬起来抓 另外脚会酸痛到不能久站 还有伤口不容易好 要去穿静脉曲张袜 2012年10月12号 开始学习原始点 直到静脉曲张 不会造成脚酸痛 就不穿静脉曲张袜 还有自己因为在快餐夜工作 每天吃了两份餐饮 都是含粮物 如炸鸡 汉堡 色拉 饮料喝的是柳橙汁 冰拿铁等等 加上日夜颠倒 没有运动而失去了健康 现在每天两斤姜熬两次 煮成四碗 口渴就喝 三餐吃的饭菜 必加姜或辣椒 白天温敷头部和臀部 原始点约六小时 晚上睡觉用电热毯温敷 运动几乎每天固定爬 捷运站楼梯 四层楼 十五 十八趟 一步都是跨三次台阶 为了拉臀部的筋 这样经过两年的努力 脚酸痛减少了 脖子皮肤也快好了 前后473天 一步四层楼 四十六楼登高大赛 其实很多腿啦 膝盖痛啦 我大部分都叫患者怎么样 爬楼 非常有效 一步两阶起步 那你看他腿长的就四阶了 那像我们副执行长 他以前大肠癌嘛 那时候柔臀部很痛 他是一步三阶 也自己这样 他不是靠人家柔好 他就靠自己运动好了 好 那我们先放到这样 放了那么多疑难杂症 给大家看 刚刚不相信的 相信了吗 还不相信举手 我看一下 可能不好意思 还有一点低估 是吧 好 那没关系 我们还是继续讲我们的 是啊 那么我要看 那已经是信念一下 和意思有那么多忍 什么 uy 或计udi 不想